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我们想不到 没有演员做不到 在现存巅峰赛模式下 演员依旧钻到了空子 而且大肆牟利 甚至最高开价演一把两千块钱 就连不少主播也经常被演员骚扰 甚至QG刺痛还有一次被导演带堂 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估计阿药这次曝光后 又会得罪不少剧组和演员 真是为阿药捏一把汗啊 不过相信阿药的曝光也会惊动天美毕宫 做人员 会采取更强力的措施打击演员 不过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 无论什么模式 只要剧组想介入 肯定就会有方法 天美要想彻底清除演员行为 可真是任重而道远了 对此 你怎么看 玩家稀有小灰灰 我记得阿药第一次曝光《王者荣耀》里面的演员内幕 是在去年11月中旬吧 那时的 阿药狠狠地和带恋们干了起来 导致那些演员都想弄它 但是 阿药毫不畏惧 在微博坦言 欢迎这位陈老板来弄我 顺便还曝光了这些演员的价格表 真的是为阿药捏一把汗 冒着被人对的风险 来揭发事情真相 而最近阿药又再次冒着风险 把王者荣耀的演员给曝光出来了 这可是高分段啊 这不得不让人后怕 高分段的某些大神为了利益 可以不惜重金买下多少多少连胜 多少多少榜一 然而在巅峰赛上 只要演员们想演 就没有演不到的 依旧想尽办法钻漏子 开的价格也是相当高 最高居然达到了1800元一场 厉害 希望天美方面能够加强打击力度 杜绝演员现象 还大家一个公平公正的游戏环境 对此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玩家手游探索家 演员一直是王者荣耀里 一个长盛不衰的行业 可谓是人才辈出 观存在于各个分段 而王者荣耀主播阿药 在去年就曝光过一众高分段演员 遭到了他们的报复 如今 阿药更是曝出演员更深的黑幕 显然演员已经成为了一个不能见光的团体 一个产业链在巅峰赛上的演员价格巨高 一场四五百 之前的张大仙也爆料过 巅峰赛有人三百一场演他 总之 演员这个职业 真的只是一群见不得光的臭虫 一群在游戏中恶心人的垃圾 另外 有需求才会有市场 有这个资金 有这个需求 雇佣演员的 估计也只有那些恶心的主播了 这也透露出主播之间的恶性竞争 在这里 笔者首先希望腾讯能好好治理一下 演员虽然做得已经不错了 与此同时 也希望主播之间的恶性竞争少一点 毕竟都是靠实力吃饭 何必损人力己 今日是六一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越来越年轻 给个赞赏买根棒棒